Hello 各位 今天来到了草原天鹿 一会儿我们要去一个专业的越野场地 来体验肖东MAX的越野能力 据说项目很多 还非常的刺激 好了 我们直接出发 走 第一个项目是波浪路段 这个波浪路段是我们体验的第一个路段 主要感受一下这个悬崖的行程 还有它的这个四须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 有一款竞品车 我这儿就开不过去了 下面看一下我们那个四驱的 消灯MAX不是什么样的表现 其实都在车里面 还挺似的 实际上有行程 刚刚好 应付这种路面 出货有余它能够把车拽回来 收范自如 下面进入我们第二项目是双边桥 这个对驾驶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老鱼往左边稍微打点 通过360度全能景象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来观察一下 这个是不是已经上了 再往右稍微打点 往右 即便是驾驶经验丰富的 对驾驶老师也需要有场外的老师进行协助 然后是碎石路面 第三个项目是碎石路段 这个就是小的客户 第四个路段是涉水路段 这个有点刺激 前面是一个大水坑 准备下水了 是一个大上坑 第四个项目是陷滑道 在车辆经过这个陷滑轮的时候 如果你的动力不能够及时将打滑的那个轮的动力锁止的话 那么你就很难通过这个陷滑道 这说明消灯麦克斯的这套电控四驱还是非常智能的 它能够及时的检测到哪一个轮打滑了哪一个轮 需要动力哪一个轮需要切断动力 这样能够帮助车辆快速脱困 好第四个我们也通过了 准备过第五个 第五个那我看见的第五个是炮弹坑 那个炮弹坑特别深 完全的掉下去 然后再出来 这款消灯麦克斯电控四驱的脱困能力 消灯麦克斯的脱困能力是真的强 在车里面做的太刺 好过去了 然后第五个项目是楼梯路段 可能之前我们开越野车都会有这种想法 想把自己的车开上楼梯看能不能开上去 这个消灯麦克斯带我们试一下 说实话有点吓人 这么开就看不到路了 头冲天了 然后下来了 然后是第六个路段是悄悄板 这个是我认为最刺激的 月桃靠左边来一点 月桃靠左边来一点 准备上翘翘板 又是看不到路了 看的是天 然后一会儿突然间就看到路了 月桃靠右 月桃靠右 好 A型沟路段 就是这个车 车身要架在沟中间开 我们看一下这个路 刚才看了一下 从外面看着比较刺激 现在在里边看的是什么感觉 可以看到那个车的轮胎印 下一个科目是侧坡 一会儿给你看这个车本经是写过来了 看到了吧 然后是霜驼风 开着就看不到路 直接看天 直接看天 就看见你的出帅 落尾 在家里的满村 靠前在下一个月 来走 早会感觉 帮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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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项目就是交叉轴路段 交叉轴路段是对电工自居最大的考验 我们会有车轮完全同工 好 我会有一个独立 медudge 早餐 呃 体验完了这几个项目之后 现在我已经头晕想吐了 真的没有想到 说到麦克斯这款车的电控四须会这么的强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越 即便它的越野能力很强 这款车你买了之后你也不要拿去越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哪款小龙麦克斯越野能力强呢 别人的小龙麦克斯越野能力最强 好了 这里是咪车 我们下期见 拜拜